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2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香港 已經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其實 大家我覺得 忽視了一個最大的重點 香港 已經變成為止 其實還有一個 而且也是在中國的境內 這個叫上海 上海自從去年封城之後 它變成 中國金融中心為止的速度 比香港更加快 有一篇網絡文章 叫上海經濟有多慘 我在張立凡的Twitter看到的 我覺得 很有必要分享給大家看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很多短片 說上海有多慘 因為 因為 他們也是一個影像 我沒有辦法把那些影像穿出來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地方我不知道 但是 文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 打算 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中國 尤其是習近平 可以說是同手無器的 他不只是毀滅你香港的 他連自己的上海也一併毀滅 兩隻腳斬了 沒有誰打誰 所以我覺得他十分公道 好 讀一道篇文章 跟大家分析一下 不過說之前 我們有兩個宣布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 搞這個優惠 聖誕優惠 凡是第一次 訂閱我們Patreon的朋友 現在可以用一個9號稿 事成訂閱 一個優惠價格 一個9號稿就很便宜 十幾元 好 好 今天 正在聖誕期間 即是這個12月 這個聖誕月 就做這個優惠 大家就可以支持一下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 試行我們的 普通話版本 因為以往我也曾經試過 但由於大家知道 我們一直以來用這個廣東話說 不論思維 不論想法 整個 整個口語各方面 也沒有辦法 跟普通話是比較接軌的 所以我們 透過科技 IT部同事 跟我們的字幕組結合 我們就會製作一個 普通話版本的節目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用這個資訊 反攻大陸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們的節目分享 在內地的朋友 以往 很多人有分享我們的節目 但是 他們說這些人不會聽 我們加了字幕 始終還是差一點 變成普通話版本 大家一定會 比較 聽得舒服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把反共資訊 傳回到大陸 講講張立凡 分享一篇文章 他說近年來 關閉了上海辦事處的境外金融機構 有荷蘭銀行 花旗私人銀行業務部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 摩根士丹尼 加拿大基金 貝雷德 穆迪 先鋒領航等等 上海政府沒有任何方法應對 甚至也不敢嘗試進行任何挽留 金融如此衰敗 寫字流空降率 空置率 已經猛延上升 上海經濟 當然就是一潭死水 好了 他的篇文章很長的 我希望可以全部讀 上海經濟有多慘 今年以來 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金融數據指示 非銀行內金融企業的存款 完全喪失了 增長性 非銀 金融 包括 保險 證券 信託等等 在2020年 2022年底 全國非銀行 金融企業的存款規模 是24萬億 到了今年9月份 是24.23萬億 增長只是0.8% 這種微弱的增幅 基本上是堪比股災 當然是美氣的股災那麼嚴重 增幅少了 遲些你就知味道 非銀行金融機構手裏面的現金就是中國金融投資領域流動性 是不是充沛的具體表現 2016年 非銀金融企業的存款出現了 負0.69的負增長 即是受2015年 上海股災的影響 非銀金融企業的流動性嚴重不足 2021年出現了高達22%增長 這一年全世界都在武漢肺炎 之下苦苦掙扎 唯獨中國維持了產業鏈完整 股市也出現了一波上升 物資升到3,700點 而到了2023年 非銀金融企業手頭裏面的資金 不再增長了 這個就是 剛剛是 金融市場流動性劇烈萎縮的表現 而金融市場流動性之所以萎縮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 市場上所有的流動資金 都被地方債 的化債工程抽乾 抽乾抽淨 戶子益 一直都在3000點這個位置上苦苦掙扎 今年地方債的還款壓力 已經抽乾了金融市場流動性 明年恐怕會更加慘烈 非銀金融機構手裏面的現金儲備 會大幅萎縮 所以金融市場 不會有任何 做多的機會 即是沒有什麼升的空間 在這個背景之下 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 首當其衝 在關鍵性的金融數據上面 直至今年底 3月的三個季度裏面 上海非銀金融企業的存款規模 是34,061億 比今年初的34,061億 增長只有0.1% 而全國0.8%的明月增幅也比不上 距離只有一步之遙 考慮對11月和12月地方債的還債壓力 相對於 之前的10個月來說會更加大 預計上海的非銀金融企業 存款增幅 會變成負值 只要變成負值 意味著上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已經被抽乾 抽乾 比香港更慘 金融業創造的稅收佔上海全國 經稅收收入的比 這個比重 一直是維持在兩成左右的比例 如果在考慮到直接服務於金融的 服務 財務 審計諮詢等商業服務所創造的稅收 佔比 更加高達25% 金融業艱難到這個地步 上海整體稅收情況一定不容樂觀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上海市稅務局的數據 今年頭三季度 上海創造的全部收入 也是包括國稅和地稅在內的全國 徵稅 收入是14972億 同比去年同期14559億 增長有2.84% 這是很低的數字 由於去年 換繳的增值稅和今年的補繳的因素 全國頭三個季度稅收收入增幅高達11.9 因為收回去年那些 而上海這樣的增幅 基本上是遠遠落下於全國的平均增幅 你已經是追回去年暫緩的增值稅和今年補交的稅 都還是 只是升得那麼多 即是說 如果不計算的話 你是跌得很厲害的 由於資金只是瘋狂 透過香港出逃 廣東前三季實現 全國 徵收稅增幅只有3.9% 上海的稅收增幅甚至乎顯著落口於廣東 沒有試過 上海經濟今年以來衰弱程度 我見一斑 高力國際也發表今年第三季度上海寫字樓市場報告 上海的寫字樓空置率 升到19% 並預計全年空置率會升到21.6% 比較年初上升4個百分點 同時預計全年寫字樓平均租金會下降4.4個百分點 上海有超過兩成的寫字樓空置 看起來就像一個三線城市 這種史無前例的現象 他的背後曾經是上海 一租就是半棟樓的 境外金融機構 只是集體萎縮 所以沒有人租了 直接關停在中國區的業務 使得寫字樓的需求大幅下降 近兩年 關牌在上海辦事處的金融機構 剛才讀了一大堆 荷蘭銀行 花旗私人銀行業務部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 摩根士丹尼 加拿大基金 貝萊德 穆迪 先鋒領航等等 對於這種現象 上海政府沒有任何的應對辦法 甚至也不敢 嘗試進行任何的挽留 金融那麼衰敗 寫字樓空置率猛烈上升 上海經濟當然是一潭死水 老百姓是關注甚麼呢 無非就是批發和零售行業 因為金融很多時候 上海老百姓也不關他們的事 即是商場的人氣他們很關注 根據上海市統計局的數據 今年頭三季度 上海批發和零售行業的利潤 同比下降了10% 但是為了補足稅收缺口 以及增補 增值稅 上海商家仍然很艱難地 交多了9.1%的稅 慘落雪上加上 這種腐底抽身的情況對上海的商家來說 可以 是不可承受之重 今年以來 捱過最難捱的頭三年 這些商家基本上就頂不了下去了 1月底 南京路的上海置地廣場 關門大吉 8月底 徐匯區的太平洋百貨也關門 關門了 根據第一太平大維斯發布的數據 第三季度上海購物中心空置率是12.1% 願意高於19年底的5.4%空置水平 對於購物中心來說 它的經營成本比寫字樓高很多 就算吉舖也要開冷氣 開了所有照明系統 因為你這個店鋪到處都要燃燈 冷氣要照開 而且管理人員沒有少到 各方面的開支是沒有停的 所以 購物中心承受的空置率能力比寫字樓差 而購物中心空置率在5%左右算是經營情況不錯 超過19% 就是危險的事情 如果超過15% 超過了盈規的平衡點 即是說 有一成半的 空置率 就有機會令到商場 虧本 他們隨時有機會倒閉 接下來的日子 金融領域所有資源都要優先放給地方債 續命之上 而這個必然意味著金融行業 會喪失流動性 並整體走向死亡 同時外資金融機構也會義無反顧離開中國 對於上海經濟來說 這個也是不可承受的 對於中西部的高度依賴上海財政轉移的省份來說 毫無疑問 這個對他們 是一個災難性的 亦加大了他們的借貸難度 這個更加是一個慘烈的惡性循環 整篇文章 都讀了 我們就這樣看 他由稅收方面 只是各項的這些生意 也是十分之差 零售 包括商場 以及寫字樓 那個叫做空置率 其實可以說是全面看到上海現在的那種衰敗程度 上海的商場 不單止是這樣 我們看到最大的商場都有超過10%的空置率 而一些比較差的商場 基本上是面臨倒閉 因為裏面 是出現十失九空 剛才所說的是最頂級的甲級商場 上海很多月級的商場 丙級的商場 裏面都是沒有什麼人走的 一條街裏面 一個商場裏面 很多舖是不開門 有些就直接為了板 直接倒閉 很多 沒有開門 但是沒有倒閉 那些是走路的 因為 你交舖給商場 跟你走路是兩回事 交舖可能你清了一條數 如果就這樣關門不開 你可能是走路 按金當然拿不回來 他可能也欠造 意味著 也會製造大量的新業 上海 基本上 他的情況跟香港很相似 而他 本身 是一直做開那個 大頭大高的角色 他還要向很多地方 輸血的 現在上海本身是貧血的 他還要輸血給其他地方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上海的金融中心 其實在去年被習近平親自捏死 現在這個可以告訴大家 不僅是香港 上海 也是 中國的金融中心 為止 因為外資 幾乎走了 在上海的外國人 據說 只剩下不夠一千人 這個數字 我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有人是這樣說 不知道是不是他數過了 大部分的 洋人的聚集區 你看不到洋人 寫字樓裏面 剩下很少很少部分的洋人 大部分已經撤出了中國 可能不夠一千人 就是那些還未撤出中國的外資 不會有人去上海旅行 也沒有人 會在上海繼續投資 因為他們走了就走了 這個就是現在上海 整體的情況 所以 大陸小粉紅開始嘲笑香港要來香港 金融中心的為止打卡 不用怕的 你們也有一個地方 我甚至乎建議香港人 搭飛機去上海 去上海 中國金融中心為止打卡 到時 兩個地方一起 兩條腿走路才對 為止的東西 打過來 也不錯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老婆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進來第一時間 先按LIKE 然後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多點分享我們的節目 BYE BYE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是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是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你 感谢观看